你不是在书院吗 你别动我 李涵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是鬼迷心跳 一时反复 你就跟我走 我们回加拿大 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女人 你就跟她走 赵飞 你别跑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人都在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了断 一话好好说啊 你给我闭嘴 你 你要 要干什么呀 我回答告诉你 你别动我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假的说 我就要在这儿说 我就今天说 你干什么呀 我要你今天做一个了断 你昨天答应我了 要给我一段时间 我改主意了 我要速战速决 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必须要一个痛快 你到底要 我们家伙 我站在这边就 不行 走 你别动 你给我站在这儿 李涵 我们俩站在你面前 你要选谁 现在决定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现在就选 我看着时间 最后十秒钟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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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二 五 三 二 二 三 走 老闲 小菲不见了 去哪儿了 应该出去了吧 别着急 我们去外面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是真的能回到从今 还有多好 咱们俩是不是该好好谈谈 是 我们是该平心静静 好好谈一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怎么就会喜欢她了 一开始 我 你大家都不喜欢她 甚至讨厌她 可是后来 我觉得她这人不做 可以做朋友 在后来 我发现她很优秀 开始欣赏 最后 最后 我就开始猜测 在她心里 是不是 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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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网上那些流言蜚语 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们赵小飞连保安的棍棒都不怕 非怕这些 马铃 带我走 去哪儿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你真以为自己红啊 你不会明白的 网络上每天都会有新的热度 你放心 三天以后没有人会记得你是人 真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我 没有想过我们的家 想过 想过 怎么能不想 可是我觉得 我能控制 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我认为 我认为 那只是一段暧昧 你曾浪漫 我能够控制你 可知道吗 这段感情有了少年 这段感情有了少年 尽质要娶的相聚一点 我完全失败了 你们两个谁也没想过 这是不道德的 小飞 其实你并没有做错的 你说什么呢 错的都是我 错的是缘分 但不是你 虽然 我不了解吴婷 但你和李海 是我认识人当中 最优秀的人 不管是人品还是才华 你为什么要帮我收费 因为我 我是女朋友 认识的人 自然会了解你 爱你的人自然会等你 属于其他人 都是浮云 谢谢你 谢谢你 好些了吗 我认识人 你让我捡起那内心的 不醉感 但是我心里 还有别人的痛 是什么 你怕呢 为什么嘞 你让我走 你真是这儿 好 很好 认识人 你 他情绪有点方便 看起来了 那两天我吃喝水了 那你放心了 我睡过来电话 好了 我先撤了 谢谢你啊 玛琳 我希望那个成天讽厕我 打击我 嫌弃我的赵教飞 早日出席 谢谢你啊 拜拜 我门关上 我现在 还爱不上 我说不清 你在一起 我就 我就会觉得很踏实 一种打击一定的安全感 如果 你们是真心心爱的 我可以退出成全你们 要是真的能回到从前 能回到从前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 你们三个人当中 最痛苦的人 是厉害 他同时享受了两个女人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如果 我和吴婷的痛苦 加起来是一 那厉害的痛苦 就是三 你不畏意想打退堂鼓了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得 李海那么痛苦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退出的话 你之前所有的付出 都白费了 媛媛 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李海能够快乐 能够平安 但是你离开她 你会快乐吗 我会死去活了 我会死去活了 所以说 离开的人应该是吴婷 什么 你看啊 现在是你们三个人痛苦 你离开了呢 就是两个人痛苦 但吴婷离开 就是她一个人痛苦 所以说 三大于一 该离开的应该是吴婷 感情 感情又不是小学数学 感情本来就是小学数学 只是被你们这帮人 变成了高等数学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 你看我 不谈感情 只谈金钱 我每天快快乐了 没有任何烦恼 我还没想到 我来个人 我看你 我看你 他会死去活了 你不愿意 我看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看你 有点 你不愿意 那你 你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